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县长翁张良 在这次的疫情的影响底下 透过远距 跟大家表达 我最忠心的祝福 人生有许多次 毕业典礼 在国小阶段 有陪伴你最久的校园跟师长 在国高中阶段 有你最march的朋友 每次的毕业和分离 都让你相当的不舍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有满满的回忆跟感动 我要感谢在这段期间 陪伴所有同学 成长的所有的家长跟老师 因为老师提供许多 成长的养分跟能量 让我们所有的同学 在迈入到下一个阶段 可以更勇敢 在这里 我也要问看看 我们即将毕业的你 此刻你的心情 是充满了期待 还是感到迷惘跟狂恐 每个人的感受 可能都不太一样 在这边县长要分享 一些我处理事情的方法 态度跟观点 来给大家分享 我处理事情 首先承认事情存在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才可以做到不批评 不满厌 不责备 以好的态度去面对 去改变合理的存在 大家知道 以前的教育方式是 传道 受业解惑 而现在的教育 更重视孩子的自我探索 还有陪伴 跟辅导教育 会变成主流 所以我们的教育会从传道 受业解惑 为了培养小孩子的 自我独立思考能力 会变成传道 受业 缴获你的思考 让你自己去找到答案 所以我们希望 所有的同学 在迈向未来的挑战的同时 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思考 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跟理性判断的能力 也能够怀抱善良 跟感激的心 用宽阔的胸野跟角度 来面对所有的世界 我除了希望同学 能够放眼国际以外 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对故乡 充满了记忆跟情感 让大家认同嘉义这片土地 我相信嘉义正在改变 大家未来回来嘉义工作的机会 慢慢地增加会越来越多 若有机会回来 大家可以一起为嘉义来打听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面对战火的无情 无事的人民牺牲了 我们看到电视 都会感觉到不舍跟惋惜 台湾在此战役中 也提供医疗物资等资源 给乌克兰 我们看到乌克兰 顽强抵抗俄罗斯的强权 并透过科技 以小博大 我们看到战争 更应该珍惜我们活在台湾的安全 自由 以民主 大家知道疫情持续还在发酵 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在这边我要感谢大家配合防疫工作的推动 在Omicro的扩散影响底下 我要提醒我们同学 能难不能掉以轻薰 应该打好疫苗 做好防疫 最后我要跟所有的同学讲 毕业是人生 另一个生命历程的开始 大家要相信 用心耕耘 必定能够收获满满 在此为你们献上最深的祝福 祝福你们勇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